为了让小朋友们在暑假期间能够学习到课本以外的知识 国庆乡常留国小办理夏日热学活动 日前也带领小朋友到打食文化园区进行体验的课程 而为了让小朋友们知道仙人们如何打食 这次也利用香皂 让小朋友们来进行拖印雕刻等 让他们体验仙人打食的智慧与辛劳 国庆乡早期的居民他们为了要磨生活 以这当地的食材来做一些打食的产业 包括做一些像以前打一些猪槽 还有一些建筑的用的食材 那我们今天先用肥皂来模拟这个方式 让他们认识以前仙人在打食的过程 那再来就是让他们去雕刻 用肥皂来雕刻 那认识一下说以前石头雕刻的一些方式 我喜欢星星所以我才刻星星因为很好玩 更注视国庆以前家乡的产业或是有一些建筑之类 县议员林芳宇表示随着暑假的到来 如何让学生暑假过得有意义 也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 非常肯定长留国小利用暑假期间 带领学生到打食文化园区来做体验 了解鲜明打食文化的智慧 让这些学童们能够利用暑假的期间 学一学我们在课堂上 平日课堂上所没有学到的 当然也比较活泼 比较小朋友比较能够接受 比较喜欢的一些课程 我相信也不单单只是手工造的学习 还有各种课程的规划 但愿能够给这些学童们一个很不一样的暑假 也不要浪费这个暑假的时间 可以藉由这个时间能够学习更多 他们所兴趣的东西 或者是可以更多元的学习 副理长潘玉泉肯定长留国小的用心 能够结合在地打食文化 安排学生来做体验 让学生对于国性在地文化有更深入的了解 记者陈伟一国性向采访报道